是关于我们近期讨论许久的行人友善的议题 那我会逐次来进行一个说明 那首先在知道而且很满意的部分呢 是达到32.4% 在知道还算满意的部分呢 是达到31.5% 而知道有点不满意是4.5% 知道很不满意是在3.3% 知道无意见是在4.7% 那完全都不知道的是23.6% 那我们针对呢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果 我们呢把已经知道 而且有明确表态的人 再重新的来去做一次计算的话呢 就是说这项政策 已经知道这项政策的人 并且表达支持的有89% 而表达已知道这项政策 而表达不支持的呢 仅只有10.81% 再来第二项市府的重大政策 是关于我们在推动干净家园的这个部分 知道但是很满意的是17.4% 知道还算满意的是18.9% 知道有点不满意的是2% 知道但很不满意的是1.2% 知道无意见的是2% 完全不知道的是58.5% 那我们一样也是针对已经知道 但是已经有明确表态的部分 重新再做一次统计的话呢 是支持这样政策的 是高达91.71% 不支持的则是为8.29% 那另外第三个是关于我们基隆的重大议题的部分 首先市民认为这题主要是问 基隆捷运从一开始的一毛钱都不用付 到现在地方负担上升到53亿 您觉得合不合理 认为很合理的是2.6% 认为还算合理的是17.3% 认为有点不合理的是15.3% 认为很不合理的是36.2% 未明确回答的是28.6% 我们还是一样 针对有明确表态的这个民众当中 重新去做一个计算 有72.13%的民众表达了 是认为非常不合理 而有27.83%表达的是认为合理 再来是关于四街议题 台电公司打算在外木山海岸要盖第四座 天然气接收站也就是四街 您赞不赞成基隆市政府协助民间团体提出 有关四街的公民投票 很赞成的是24.9% 还算赞成的35.3% 有点不赞成的9.8% 很不赞成的7.8% 未明确回答的是22.2% 针对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也重新的去做一个计数 就是在明确表态的这个民众当中 有77.83%的民众是表示支持的 有22.62%的民众是表达不支持的 这是有关于我们今天两大政策跟两大议题的部分 那我们本市府也会针对这份民调 来作为未来的市政上的一个参考 并且积极的推动各项的政策与议题 替基隆市民谋取最大的福祉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这个